厨神大賽 我覺得真的沒有什麼好講的 應該說就是實況你們看到那樣子 然後我自己也沒有在額外在拍什麼照片跟影片 我只能說 小鬼那小鬼去幫殺梗他們 真的太作弊了啦 小鬼一個根本就是小鬼的料理 那不是他們的 從哪裏就是小鬼在做 葉子你覺得豆葉是怎樣的人 我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回去翻VOD 請看VCR 欸沒錯就是這樣子 太好了 來講講環球吧 這邊好像是環球的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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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環球有個超 超帥的 超帥的遊樂設施 但是我沒有辦法拍到裡面 我有錄下來 我有錄影片 就是這一個 我真的是 這個是我環球這一次去最喜歡的一個 它是那個 Walking Day喔 好像是Walking Day吧 我好像沒有拍到 拍到那個 欸等一下 如果有人要去 環球要玩的話不要看這影片 因為可能會有點捏到你們 如果你不想要被雷的話 可是我沒有拍到裡面玩什麼 我只拍到外面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就可以繼續看下去 好不好 這就是那個 因絲路吧 因絲路的那個主題的一個遊樂 然後 它是 它是鬼屋 沒錯它是鬼屋 然後我有拍到排隊的進去的那一條路 超可怕 給你們看 這個 現在來的這個 遊樂場景是 Walking Day 喔 好有FU喔 哇一個破壞的東西 我先把它按暫停 電子快跟鳥屎學學煎牛排吧 別再煎豆幹了地址服地址服 那是天分問題齁 如果我可以找到一個煎牛排給我吃 我幹嘛還要自己學啊 就跟開車一樣啊 會開車的人很累欸 不要學還比較好 一個懶惰的概念 一個懶惰的概念 快過來 它力氣怎麼可以開 它根本 太晚了 那邊才是正式的 這邊還在排隊而已 我的天啊 然後過去就不給拍了 手機就要放下來 不然我本來想要從頭錄到尾 它那個 那一條 還只是排隊的走廊喔 不是遊樂 遊樂本 本 呃 吃個巴勒講話 變得亂七八糟 不是遊樂的設施本人 本身 它還只是在排隊的那個走廊而已 然後 因為我們 對我們幾乎所有人都有買快速通關 所以我們不用排隊 我們可以直接走 最快的道路 但其實因為 那個鬼屋不知道為什麼 發人問及 沒有什麼人去玩 我們去的時候就是 它很冷清 就像你們看到那樣子 沒有人在排隊 所以就是 嗯 喔 實際就是鬼屋 進去以後 會有活人殭屍 出現 在轉角 或者是 門後 然後嚇你 活人殭屍喔 而且他們的化妝技術真的是一流的 我沒有辦法拍到 因為它是禁止開設的 你也知道累 你也知道累 當然我也知道累啊 我超累 是不是 開車這檔事 啊 交給你們就好啦 謝謝 謝謝電話 謝謝電話 現在去台中還要麻煩你呢 欸 肉餅三個月 謝謝 謝謝 就是他們的 他們的化妝真的很厲害 就是 好萊塢等級的 不蓋你們 那個殭屍出來 喔 喔 你知道我在第一個轉角 我真的 唉 這好講嗎 這 反正就是我在第一個轉角 我被嚇到 因為我 我 我原本想說我應該不會怕 然後我就彎了第一個轉角 結果 一個殭屍 他媽的 就直接這樣子 然後 然後還流血啊 然後還流汁 然後內臟掉出來 反正就很可怕 這樣 然後衝過來 然後我就 我就超級怕的 我就直接往後跑 然後 我跑後 我忘記躲到誰 我好像躲到Yuli的旁邊 我後面就拉著Yuli的衣服 然後就扯他的衣服 然後就 然後就 穿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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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Yuli還一副就是 你怎麼了 你怎麼從最前面跑到最後面 我真的是穿過超多人 然後這樣 然後一路繞到 繞到最後面 Yuli他們的旁邊 然後我最後整場幾乎都是 抓了Yuli跟天神的衣服 然後這樣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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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又在那邊給我 模糊焦點 我現在是在講Yuli的問題嗎 我現在講Yuli自重的問題嗎 我在說我殺人不眨眼啊 我是在跟你講眨眼不眨眼的問題嗎 眼睛乾不乾這件事情嗎 模糊焦點 有啦 Yuli有去啦 他沒有去的是那個迪士尼吧 欸 他是去 好像是 對 環球大家都有去啊 反正那個鬼屋真的超好玩的 裡面的殭屍就很認真 除了殭屍以外 他還有那個大叔 拿著那個來福槍 還是那個 散彈吧 好像是散彈槍 然後你很緊張 然後逃過一個地方的時候 那個大叔 欸等一下 我這樣子講會不會捏到你們 你們會不會去環球玩 算了 你們應該也沒有機會去環球玩 反正就是會有個大叔 拿著散彈槍很帥出來 然後一問一問說 快快走 我cover你們 然後就拿著槍 烘殭屍 然後殭屍還會故意演戲 就 倒在你旁邊 喔喔喔喔 你超high的你知道嗎 那段是最精彩的 然後大叔就會 讓你把門 踹開來 然後快 你們快離開 太有趣了 真太有趣了 哇 我沒有雷你們喔 哇 我剛剛講話那麼快 我居然聽得到 我剛剛講什麼 我還有人把他打出來 白癡喔 真的看那個大叔真的超帥的欸 可是我離開的時候 我一直在心裡納悶的說 萬一我後面 也有一團的觀眾 一團的遊客也進去玩 那大叔不就是要踹兩次門 然後開兩次槍 那個僵尸還要倒兩次 噢噢 然後他就趕快爬起來 然後等下一組人 然後下居然就 噢 然後大叔就動 一直就一直保持那個 踹門 咔嚓 砰 有人來了 踹門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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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錯 好high喔 好玩 好好玩喔 他們每日工作就這樣 真的好累喔 好累喔 而且他們每天都要畫成這樣 我有畫過特殊化妝 所以我知道 那個東西 噢很麻煩欸 你要在身上塗那個 膠 然後你要再把那個 假皮膚黏上去什麼的 昆山KDF喔 好像沒有辦法欸 我好像不在 會去就在專業 在專業講 欸你們真的 你們是不是很多觀眾都是新觀眾對不對 所以你們平時根本不知道我開台風格是怎麼樣 啊 拆疲發 還裝懂 自己以為我學壞 你們不懂啦 我開台風格就是這樣子 最愛眼 看一下 然後這是哈利波特的城堡 這樣沒什麼 就哈利波特城堡 其實 這塊 紅米春跟那個 一模一樣 就是 跟日本的環球是一模一樣的 我進去有點傻眼 因為他連 連 構造 跟所有的設計 還有 那個叫什麼 構 設計 設計學上叫構圖 但是 空間學上應該要怎麼講 反正就是 你看過去的風景 跟日本的環球 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我去過日本環球 所以我踏進去 火米春那個入口的時候 我還心想說 這邊是日本嗎 為什麼一模一樣 連房子的位置 然後 所有的東西一模一樣 當然因為 哈利波特 他可能就是 照樣搬過去 我想說火米春 一樣那就算 你至少城堡位置 可以換個方向吧 你入口的 怎麼可以換個方向 但是 一樣 動線配置 對 動線配置都一樣 都一樣 好 好吉米掰掰 欸耶 又是頭哥 耶 Yulie在後面 Eason在後面 然後Jeff好像在最後面 跟哈子還有慧哥 然後這個是 又是影片了 登 那呢 侏羅記主題 一隻 活的恐龍 好 好 這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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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 顯然 有 有 好,面對這裡 腳沒法啊 蜀蜗的腳沒法就這樣 好像還有一個大部分 小孩子會嚇死 呵呵 應該也還OK啦 還好啦 可是我一直很納悶 那個恐龍到底是怎麼塞人進去的 你們看得出來嗎 我們那時候現場在討論 我們也沒有一個 一個結論 就是你看那個恐龍是這樣子嗎 然後 好,就這樣,OK 你從旁邊那個人的比例 跟那個恐龍的比例 人到底要怎麼塞進去 我納悶的是他的頭是怎麼控制 因為他每個叫啊,然後眼睛啊 還有嘴巴的動作啊 都隨著他的那個叫聲 去這樣子 但是他要怎麼控制啊 他是整個都是遙控的嗎 他裡面沒有做人對不對 裡面到底有沒有做人 不是 不是 項圈以上是機器 那裡面到底有沒有做人 有人在裡面控制嗎 你看你們每個人回答都不一樣啊 還有人說一隻手是頭 怎麼可能 沒有啦 我當然知道這機器廢話 動作 動作我是白癡喔 我當然知道這機器啊 不是我指的是怎麼控制 人是在哪個位置 是人呢,完全就是這個恐龍完全是機器 然後人是在別的地方控制 還是人坐在裡面 那坐在裡面的時候 他的姿勢是怎麼樣子呢 是像這樣的駕駛 駕駛艙一樣呢 還是趴著呢 還是,懂嗎 啊,算了算了算 媽的 不跟你們討論了啦 吼,你都 在那邊 啊,不跟你們討論 那是 然後那是 裡面賣的雞腿 火雞雞腿 火雞雞腿 很大的雞腿 吃起來很像宜蘭的燒辣 呵呵呵呵呵 齁,你看你們聊天室也都一大堆不一樣的答案啊 還裝抖 搞不好跟我們不是那樣子 呵呵 好啦,打一打啦 你們打一打 打出一個正確的 正確的解答 再跟我講 哼 這邊好像沒什麼好看 這邊就是賣的那個 哈里波特的周邊 其實我這些照片本來是拍給我朋友看的 我問他說要不要幫他帶一些周邊回去 很貴耶 這些很貴耶 你們知道環球的魔杖是真的可以 在園區施施魔法的嗎 當然不是魔法 就是有些機關 他們這邊賣的魔杖有分兩種 一種是普通的 一種是真的是 有感應的 他園區那有一些點是可以用魔杖施法的 不是只限定在哈里波特的那一區 搞不好在侏羅紀也有 日本是這樣子啦 日本我記得有15個點還是25個點可以施法 例如他有一座小火山 你如果 那邊拿了魔杖 然後這樣子灰的話 他會有火噴出來 他每一個點都有不一樣的灰的手法 就是你可能有一些是點一下就好 有一些是點一下 然後要繞個圈圈 反正他每個點都灰的那個 畫的幅度不一樣 你要畫對他才會施出真正的魔法 你買了魔杖以後他會有給你一張園區的地圖 上面就是每個點會要怎麼施魔法 他會教你 Windy 欸 Windy 欸 感謝封建 喔 封建六個月 謝謝 很好玩啊 可是很貴 我在日本的時候我本來有施手菜要買 但是我後來放棄 我記得一隻要將近塊台幣兩千塊的樣子 美國我不知道 而且你只要離開環球 他就是一隻普通的魔杖 你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戲魔法 葉子有去看拍攝電影的片場嗎 全球只有這個環球影城有 有喔我有去看 我等一下會講到 我們再繼續看 我等一下會講到 因為我拍 沒有我再自己嚇自己 就是 沒有 嗯 嗯 好 算了 哎呦 反正就是我的畫面有某個東西閃過去 然後我覺得 我剛剛想要看清楚是什麼 但是應該就是 我看眼花了吧 我把那個布掀起來好了 我把那個布掀起來好了 沒有啦 白癡喔 我自己嚇自己阿 因為我的走廊有點可怕 就是 也不是可怕 就是 呃 我 我們為了要擋那個 擋冷氣 所以我有隔了一個那個 布在那裡 只有隔這塊布 可以 但會不會 不是 還好嗎 沒事沒事沒事 自個兒嚇自己 沒事別擔心 真的嗎 蹲蹲 對沒事沒事 你還行嗎 阿 還行啊 沒事阿 不要亂拍啦 你還把這個畫面拍到那邊去 你在高雄你怕屁喔 不是喔 你等一下拍到一個不該拍的東西 不該拍的 不會啦 我又不像你會那麼怕 我覺得自己是看錯就是真的是看錯 我不會再亂想 不是我怕你拍到那個喔 那也沒辦法阿 我心裡認定就是沒有 那就不會 不是我會換到內衣啦 喔內衣喔 內衣喔 不會啦 我換很快啦 沒事啦 喔好啦 也不會有人那麼無聊 回去翻VOD 然後我只為了要看內衣吧 內衣有什麼好看阿 你們去內衣都看到 有阿 世界上那麼多變態 你們都知道現在的聊天室都單身 大概都是變態八成來著的 喔他講的喔 8.78對不對 是他講的喔 不是我講的喔 好別怕別怕繼續說 好可可 這時候就要用鳥屎的訂閱歌來撞個膽了利夫 撞膽好 訂閱歌 鳥屎訂閱歌是什麼 有點長阿 有點長 有點累阿 喔好 nice 不錯喔 嗨 nice 好繼續 阿各各各 哈利波特的周邊阿 反正就是這樣子阿 唉 我 我原本很想要買衣服 他因為他的那個衣服很好看 但是一件都超貴的 後來就放棄 算 阿就這個阿 這好可愛喔 大家有沒有看到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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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 枯索索畫的 沒錯 這是我們的 幫葉子畫 賴貼圖的那一位 圖文畫家 枯索畫的 非常忠實的呈現了 我們的 內衣Party的 的 呃我們對 我們穿的衣服 嘻嘻 超還原的 而且超會 他好像還會再畫其他的實況主 嗯 可是 就是要等他想畫的時候再畫 想要追蹤的話 直接去打個 枯索 這要是哪個枯索吧 枯索有在聊天室嗎 喊聲 喔沒有很好 呃 鳥屎的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超可愛耶 不是內衣是水 我剛剛講 我剛剛講內衣嗎 對不起 我現在滿腦子的學姐 剛剛跟我講的是內衣 哈哈哈哈 哈哈 這是 內衣Part 敢內衣Part 好像很變態 內衣Part 你也敢參加嗎 我怎麼不敢啊 有人穿就 就大魚穿啊 怕屁喔 這跟 內衣 內衣說實在跟泳衣是一樣的東西 好嗎 說實在 一個能下水 一個不能下水 一個不能下水而已 反正這三點 然後男生 可能男生就 男生不敢參加啊 那在座都是男的啊 可以喔 你看鳥屎穿的什麼的 哇靠 不是喔 他們穿內衣 頂多穿個四角褲出來 然後鮪魚肚肉肉出來了 多棒 沒有啊 他們也可以穿 也可以穿內衣啊 呵呵呵 好好好 看看以後誰要來主持 這個內衣Part 然後 來翻個內衣Part 對內衣Part 超nice欸 開玩笑 然後 欸這是什麼 喔我想起來了 剛剛講的那個 劇場 剛剛講的那個 剛剛不是有人訂閱那個環球劇場嗎 有個 他有個 秀 不是秀啦 就是對啦 算秀 好萊塢的秀 然後他裡面就在講說 好萊塢的電影到底是如何拍的 就是到底是如何拍的 然後他就開始講說 聲音如何制造 當有人 兩個人在打架 然後 他們會摔東西啊 然後你可以這樣 scream 他就是在講解 如何製作電影 然後這個就是 其中一個 我覺得很酷的就把它錄下來 他在講解 如何在人的身上發火 所謂的 人體 就是看到很多壞人都被燒死了 就這個 他實際在舞台上演練一次給我們看 然後他要看能不能破他自己的紀錄 可以撐多久 他是真的燒起來 是 來奶奶 快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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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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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那 應該不是人火,應該是真的火吧 因為他們在講 現場都在講英文,所以我沒有辦法聽清楚 可是他在燒之前 他會 在 身上抹一大堆東西 保護自己 然後好像還會多穿幾件衣服 之類的,但是還是會感受到 熱度 所以就是,蠻妙的 那時候聽不懂英文就蠻可惜的 因為他們講解了非常多 好萊塢如何製作電影的一些 一些 table 打 先把這點開來看好了 我們的炭炭 他 臉上這個眼鏡呢,我記得是 UZ買給他的 UZ看到,我們從小小兵的 那個遊樂設施出來以後呢 UZ就 這跟六炭長得太像了吧 六炭跟我就是小小兵啊 我決定了 我要把這個買給六炭 然後 然後 然後就 六炭 六炭 他一看到六炭啊 他就拿來眼鏡說 六炭六炭這個給你 然後六炭就很尷尬說 喔 喔,怎麼又是這個 我的粉絲送我 我粉絲是你送過我了 你還要送我這個 然後他就戴上來 然後拍照 超好像他戴著眼鏡的時候啊 一大堆人都說 欸 六炭你不要拿下來 我們要拍 我們就一大堆的圍了六炭 然後在那邊拍他 然後六炭就 喔 好了沒 阿是好了沒 欸,很久了欸 帥 然後這個是 喔,這個也是 我覺得 環球裡面最值得看的一場秀 這個真的超帥 這個不胡 這個超帥 哇 所有看過這場秀的人啊 給的評論就是 值得 沒有看就是太可惜了 這叫做水世界 沒錯 哈子 水世界 這真的帥 可是因為就是表演嘛 我不能錄下來 所以我沒有辦法錄下來 它的內容是什麼 但是就口頭上來講 欸 沒錯 又要來了 這個 不想被雷德了 自個消音 或者開始播放你們的最嗨的音樂 把我的聲音蓋過去 因為我現在要開始講 它會出現什麼東西 所以呢 不想被雷德了 自個消音 知道嗎 好,我們開始講了 這個很經典 它好像是 噢沒有啦 就 我覺得 節目的東西還標錄比較好 當然如果Youtube有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去找 這叫什麼Waterworld 對,它是一個電影 然後它劇場會還原電影裡面 出現的一些東西 那我覺得最帥的一幕是 它會 它會有好人跟壞人打架打起來 然後壞人會 會 會發 煙火訊號叫直升機來轟炸這個地方 然後 下一秒 主角拿起了火箭炮 把直升機轟下來 然後直升機就從 這個布幕裡面衝出來 這是一整艘的那個直升機喔 不是直升機 飛機 噴射飛機 就從布幕後面衝出來 然後撞出來 哇 真的是太帥 我不知道 我用言語無法形容 那個現場的震撼感 真的是沒有辦法震撼感 對 它還會跟觀眾互動 它一開始 它會提醒觀眾說 如果你不想要失聲的話 你趕快往後移吧 因為這個 這個節目會讓你 前排的觀眾全部失掉 然後我們 看比搖眼的人 就在前 我們就在第二排 真的失掉了 UD出來的時候 它全部的衣服都是濕的 這快可以扭出水了 超好笑 然後我們 我們就還好 我們明明就離UD才隔了兩格的距離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就沒有濕 它會有很多 騎那個快艇的人 然後它會故意 故意一個大迴旋 然後把水抓到你們身上 然後前排第一排的人 其實無一適免一定會死掉 他們還會故意就是拿水槍噴你們 或者是一些 無法講解 反正就是很酷 而且它 它的 你看到這些建築物啊 在表演的最後會燒起來 全部燒起來 就很帥 無法形容 對 但是它還蠻厲害的 就是他們在每一次表演結束以後 他們都可以把它恢復成原狀 因為它還有一幕是 是 火箭炮嘛 壞人拿火箭炮射 然後它一整座 你看到那個塔 一整座就倒下來 就 他們結束之後 還要再把它還原 也是蠻厲害的 嘖 它一場秀 大概會準備 兩三個小時吧 一天好像表演 四場還五場 我們很幸運 剛好看到那個 那一天的最後一場 有看到 真的太恐怖了 作為 作為最後一個ending來講 其他就 大概就沒有 就是內部的一些 環球的 那個 哦對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 它有一些 表演者會 就是 會在街上 還有史瑞克啊 然後因為 接近萬聖節 所以他們現在是鬼 鬼節 它鬼的主題 它有吸血鬼 殭屍 然後 科學怪人 然後在街上 然後你可以跟他拍照 然後這個就是 對我們 我們拍的照片 這是 只是朋友的照片 這姿勢 超好笑 然後結束以後我們就去 去 環球旁邊有一個也是 算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 環球附屬的 反正很近 就在環球旁邊 它一整條街都是這種 美式餐廳 很酷 然後我們就去那邊吃飯 還有街頭一人在那邊演奏 就這個 唱歌超好聽 超厲害 這就是好人卡伊莎 對啊 就是男生比愛心 但是女生只是想跟你做朋友 他就比讚 他不想跟你比愛心 懂嗎 他就比讚 像這樣子 應該是 朝中朝的朋友 好 所以 我 是 我 是 我 是 是 我 我 沒有 你 我 會 是 有 - 鳥屎梅去唱一下嗎? 沒有啊 因為他是街頭藝人耶 難道要走過去 吉他界偶像 然後開始自彩自唱嗎? 我們這一團的人看到有表演 我們幾乎都會丟小費給他們 迪士尼沒有去很可惜喔 不知道耶 因為太累了 然後我又想去海邊拍照 沒關係啦 我覺得以後還有機會去啦 拆掉就沒辦法了 可是迪士尼天說刺激了遊樂設施 遊樂設施不是只有一兩個嗎? 一兩個 丟 丟 丟紙槽 我們都是 我們都是丟紙槽 沒有人在丟硬幣的 天神有他又好啦 對不對 好開玩笑喔 天神耶 他有喜歡什麼類型你們還不知道嗎? 你以為他會看上我這種小渣渣嗎? 不 他喜歡的是 是男人啦 欸 等一下 不行 這樣 嘖 哈子的情敵 嗯... 哈子你要小心了 注意你家的男人 小心他 他是所有 所有 所有代把都會公信的人 別讓阿森看 別讓阿森看到 不 不要讓阿森看到 對不起 我出賣了天神 不 不要把這個店給阿森看 阿森會哭哭 他只剩下天神了 那邊的店 招牌都超花俏的 可是街上就不會有這種店 真妙 他只會有這種街 會是這種風格 然後經典的這個Logo 稍微拍一下 呵呵 漂亮的夕陽 再來 喔 差不多耶 快結束了 再來是最後一天 我們去吃一間那個 萬聖節主題的 餐廳 餐廳 但是沒有所有的人都去 因為我們 喔 我想起來了 這個是我們去海邊拍完照以後 去海邊的附近的餐館吃 然後就這一間萬聖節主題的 然後其他打拔主 小豬他們就吃別間 他們自己去吃的 這個是我們海邊主的人 來吃的地方 然後那個超酷喔 這個現場超酷 他裡面的佈置 所有 喔 超可怕 然後都是萬聖節主題 然後就看到上面有很多蜘蛛 他餐廳上面掛了很多蜘蛛 他 他有個很特別的點 就是 我們剛到那個餐廳的時候 有個小女生 就是 就是他們 外國的小女生 他一直在餐廳裡面這樣 然後我們想要納悶說他在幹嘛 結果他突然 一個在我前面然後這樣 然後就一隻蜘蛛突然 然後就 然後就 一隻蜘蛛從上面抓下來 然後蜘蛛就 然後又上去 他店裡面 有一大堆的機關 就是聽聲音的 他只要聽到大一點的聲音 他就會開始啟動 然後就嚇你 超妙的 可是我不知道有影片有沒有拍到 我看一下 布置 裡面布置超帥 我把他把那個蜘蛛拍下來給你們看 就是我打的手機拍不下來 幫忙拍個兩下 請問一下 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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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開 快 來 走 走 走 我們餐廳的釘館掛了一些死人骨頭 超猛 很有趣耶 然後我就跟我們統團的人說 喔 美國有萬聖節這個文化真的好棒喔 而且我們那時候開車在他們的住宅區啊 很多家庭已經開始佈置萬聖節的東西了 你可以看到他們家的草皮 然後就放了一個死人骨頭 或者是一個假人掉在那裡 或者是樹上會有一個小女孩 坐在蕩鞦韆上面 然後這樣晃啊晃 超帥的耶 超帥耶 好酷喔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美國 我很喜歡這個點 然後我們去吃那個餐廳那個老闆 就是知道我們是外國人 他還過來問我們說 欸 你們有被嚇到嗎 餐廳裡面的那些恐怖的東西 你們有被嚇到嗎 然後在我們面前這樣 然後蜘蛛就掉下來 到處都有蜘蛛 然後餐廳上面 而且餐廳的上面還掛了一堆死人骨頭 台灣有中原解白痴 那不一樣啦 你最好可以跑去人家的那個 跑去牧原 然後在那邊 有東西抓出來 就真的是該死 呵呵呵呵呵呵 說不定他們沒補置 你的意思是指說 那些東西原本就是在那邊的嗎 呵呵呵 沒有啊 真的他們每到萬聖節就開始補置 很酷 然後這就是 對 又是牛排 咚啦 耶 我們連最後一天晚餐都是吃牛排了 真好耶 呃呃呃呃 媽的我回來就是 立馬重去吃小吃 牛排真的吃到超膩的 但是這牛排真的很好吃 他們的 我那時候點7分 7分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記得 WINS跟 反正有些人點的是5分 5分好像在美國就會太熟 呃太太深 反而不好吃 他們有試吃我7分的 他們覺得 欸7分的反而比較好吃 我覺得他們拿捏的那個 熟的度還蠻準的 因為台灣7分就會太熟 他們可能會稍微烤過 可是 美國吃7分我覺得差不多 這裏的迪士尼沒有奧蘭多的好玩 聖地雅各有很多拍照很美的地方 好想再去一次 奧蘭多在哪裡啊 奧蘭多又另外一個地方的迪士尼嗎 我沒有胖耶 我回來沒有量過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胖 我對我自己的體重還蠻有自信的 就是我說幾公斤大概就幾公斤 所以我猜頂多 頂多提升了0.8左右 小姐現在大概是51.6 欸 雨月 謝15個月 感謝龍魚 謝謝 這就是我們 去的那個 海邊的那一團 這就是我們住的 住的地方 住的地方 登蘭 然後 望出去就是這個海景 哈 那邊的海景好漂亮喔 我們離開的那一天 我們還有看到海 爆 對吧 海爆 欸 Rody 感謝8個月 謝謝 應該是海爆 然後在水面游 然後那時候是 我們在等小朱回來 我們就要出發了 就要去逛商場 然後搭飛機 然後突然天神在旁邊就說 欸 有人在游泳耶 然後我就想想 這麼淺的攤怎麼可能 就是下面都是膠岩 然後就看一下 看一下 等一下那好像不是人吧 然後 就是對就是海爆 其實看到橘炫 太可怕了吧 到底是海爆還好吃啊 就是 就是 咖啡色偏黑色 應該是黑色 算黑色 咖啡偏黑 然後 會阿烏阿烏叫那個 頂球的那個 會頂球的那個 蛤 海爆吧 我忘記 那時候 看到沒有 排約來不及 他有有 然後就 就有緣了 那我們就去逛那個 大賣場 就是賣場那個 樂器店 裡面 然後還有賣場裡面有 Outlet 裡面有這個 我們到最後 就想說要離開美國 我們就把所有的零錢都丟進去 這還蠻好玩的 增加頭 增加那個 捐錢的意願 台灣好像沒有這個東西欸 台灣好像沒有 有 那 那 他們 有 那 我 那 有 還 那麼 是 我會更多人想要捐錢吧 大家都想要看他這樣轉下去 超爽快的 我沒有買東西耶 我這次去逛outlet我沒有買任何東西 對是我第一次去美國 中山大學有喔真的假的 科工館也有 這個是 對 這個要說起一個想當年 被老黑騙走了六美的那一天 唉 這老黑在我們逛賣場逛逛逛逛逛逛到一半了突然走過來 What's your name 然後我就撒掉 然後我就傻傻跟他講 Oh my name is Liv Oh Liv L-E-F Yeah OK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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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他就這樣引導我 然後到了這邊 然後他就 他就把我的腳 放上去 那個台子 然後就開始擦 然後我就抱著頭 然後他心想說 怎麼辦 他為什麼要突然 他突然要 幫我拉去擦鞋 然後他就開始劈啪講給一大堆 用英文講給一大堆話 他就 Oh 這個鞋子啊 怎麼樣怎麼樣啊 Oh 然後就開始在我的鞋上面噴一大堆東西 噗嘶噗嘶 Oh 然後開始擦血擦擦擦 然後 我就傻眼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辦 我沒有要買他的商品 沒有 這個時候還沒有 他之後擦到一半 他就快要把一盒的東西 真的是一大盒的東西 拿到 塞到我的手裡 然後就 看 這個 現在只要多少多少錢 然後就繼續擦血 當然他全講英文 但我待在天頭他還在講什麼 反正就是這一類 我們的產品真的非常好用喔 第一罐 先噴這個 查一查 再來第二罐 噴這個 查查查 第三個 保護你的鞋子 絕對防水 還防灰塵 你的鞋子大概有一個月 都不會髒 趕快買喔 多少錢的人有 超棒的喔 然後我就聽 我就信 天神在我旁邊 我一直失意 救救 快救我 然後天神就一直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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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拍下來這張照片 幹 你在喔 就是你啦 說你啦 然後我就在這邊中心想要靠腰怎麼辦 然後我就趕快失意天神就趕快 趕快聯絡我們的那個版首歌 Jeff 趕快聯絡Jeff來 然後他就趕快 趕快打電話 Jeff你在哪裡 我們這邊遇到了緊急的問題 他講話就講到一半 超好笑 那個老黑 默默的站起來 然後 天神跟他的眼神一個交會 老黑就這樣默默的 蹲下來 然後噴了他的鞋子 哈哈哈哈哈哈 他拿了那一罐東西 蹲下來噴天神的鞋子 然後天神一直很驚恐 跟他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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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no Thank you thank you 然後那個老黑繼續噴他的鞋子 然後就開始 查 然後天神還站著 天神站著欸 他站著那個老黑自動 蹲在他的腳下 開始擦他的鞋子 我看他媽的真是超好笑 然後天神在那邊講電話 講到一半 然後 他一直看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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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然後那個老黑還一定笑笑 Oh nice shoes Oh nice 然後繼續擦擦擦擦一半 然後他就轉手 搭起他的那個噴冷 然後準備要噴天神的另外一隻鞋子 他是不是趕快把腳抽走 呵呵呵呵呵 真的超好笑 跟 然後我就換我在旁邊 笑他 然後剛好 剛好 剛好 他 天神在 在阻止他擦他的另外一隻鞋子 的時候 Jeff就來了 然後Jeff就趕快跑過來 然後就趕快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要買這個 不好意思 我們真的沒有意願要買 因為我們要回台灣 我們包裹都打好 就是整理好 不方便買這個 我們不需要 那老黑就 開始臉色變了 你們不要買 你們不要買的話 那 那你們要付我小費嗎 我們兩個聽到就 What 你今天 你今天拿一罐東西在路上 然後噴別人的鞋子 插完以後 你再問他說 你們不要付我小費 OK好吧 沒辦法 那就 天神你就 OKOKOK 然後就抽出六枚 立刻拿給他 然後那天 黑人立馬 My friends Nice Nice to meet you 祝你們旅途愉快 Bye 哇 喔 要是我 他媽的現場 一定用台語罵他 幹你老實 你根本就常破推銷 沒辦法 我們兩個人都是大好人 我們兩個人 最不會拒絕別人的 真的 所以我跟你們 我一定笑笑的 用台灣話罵他 我一定笑笑的 用台灣話罵他 所以我跟你們講 你們下次看到天神 趕快拿一罐 擦鞋子的去噴他的鞋子 擦完以後 跟他要小費 他一定會給你們 哈哈哈哈 真的啊 美國版愛心筆 愛心筆應該就是要這樣子賣啊 哇 最厲害的那一種 等等葉子會什麼 聽得懂老黑 是說中文麻利夫夫 沒有啊他講英文啊 可是就大概聽得懂 他要表達什麼 對啊 其實 其實我真的 我跟你講真的你去 你去美國你講台語也會通 台語喔 要看地方吧 沒有是真的 因為有一次我媽在搭電梯的時候 然後 有一堆外國人還在外面那邊慢慢走 然後我媽就按著電梯的那個 Open按著 然後就跟他們說 快點快點快點 問要乖啊 問要乖啊 然後他們遠遠的看著我媽 然後就真的快步的衝過來 然後要進電梯耶 那個不是聽得懂好不好 那個就是 一個眼神異惠啊 眼神異惠是不是 你也跟用眼神異惠他啊 對啊 很難耶 你可能要 你可能要 撤他吧 不是齁 搞不好 搞不好那個老黑 等一下從他賣那個商品裡面打開 然後裡面是一把槍 然後開始 靠死我 在那個地方放一把槍啦 啊你是不是要付我小費啦 啊我幫你們插了三隻腳耶 三隻腳耶 啊是要不要給我小費啦 啊今天老子是在插爽的你 我當然是要跟你要小費啊 快交出來喔 欸拜託我們美國每個人 一大堆人有帶槍很可怕的捏 不要在那邊亂亂亂亂鬧 我們當然能夠和平解決就好 和平解決 我還真的以為槍真的那麼好帶喔 謝謝新乾爹 Water Steel 欸 謝謝新乾爹 什麼東西的 哈哈 謝謝 你去比中指 就被轟爛 你如果真的比中指 你就等著中指被轟爛 你比中指 喔 Fuck you 然後就碰 中指就飛掉 老黑你媽比出愛心 謝謝天神的斗內 謝謝六妹 好棒 感謝天神的斗內 鞋子有擦乾淨嗎 其實有 還蠻乾淨的 但是我很想跟那個老黑說 我的鞋子是不能碰水的 他那個是 他那個是 對啊 而且你那雙鞋根本就不適合拿來噴那些東西啊 對 不適合 你們看得出來 他就硬要喔 我那雙鞋幾乎是反部 算是反部鞋類型的了 他就在上面給我噴一個液體 一直擦擦擦擦 我的鞋 我的鞋都濕掉了 好 今天如果說你今天穿來是皮鞋就算了 可是你那個又不是拿 超奇怪 可憐我 那時候身上緊承的六妹 原來你是阿斯拉那六妹 最後的六妹出去了 把他騎 天神應該要再把他培標裡面 所有的美金都套出來 拍子 還好 還好只有六妹 六妹很高了耶 插個三隻腳有六妹 一隻腳大概就等於兩美 對啊一隻腳等於兩美 開什麼玩笑啊 萬一他再多插天神一隻腳就要附到八妹去耶 哇哩 結果老黑要賣的那一整組其實才三妹 沒有啦 我記得那個好像六十二妹吧 我忘了 沒有聽得很仔細 但是那個真的太誇張了耶 可以跟台灣的愛心比去PK耶 而且我覺得他們外國人真的很懂 你知道那老黑就是 他就會第一句話就會問你 嘿 嘿 你叫什麼名字 嘿 Joy Nice to meet you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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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 他就會先問你名字 好像讓你覺得 你們就是朋友 然後 他就開始跟你套關係 你知道嗎 謝謝 Louis 雪兔 啊雪兔 現在十一個月 對啊六名都可以吃一份麥當勞了耶 我覺得台灣的愛心比應該要造訪啊 就是你要 你要拿 就是愛心比嗎 欸 有好不好 台灣那些漁夫也是啊 他有在問你名字的嗎 你一個人嗎 你在等人嗎 沒有他沒有問名字啊 他自爆名字啊 叫什麼名字你住哪裡 哇你那雙包包 沒有沒有沒有我覺得 他們外國人那個感覺不一樣 他們就是一種很麻糬的感覺 可是外國人那個台灣人那個表現 所以台灣的愛心比少了一種麻糬的感覺 你知道台灣賣愛心比的公讀書們這樣聽到了嗎 這邊交給你的就是 然後就跟他說 欸 小姐我是 我是葉子 你好 請問你是什麼名字 喔你是什麼名字 沒關係嘛 不然姓氏好 林小姐是吧 林小姐 怎麼一個人在這啊 然後就開始聊聊聊 才不會叫林小姐咧 我也不知道 老黑 那個老黑 講起來真的是有一種就是 喔 好像 林小姐在唱Rave的感覺 好像我們是 我們是認識很久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的 好像 欸我們認識很久嗎 然後就開始幫你擦鞋 Oh my god 好可怕 喔對 台灣都是 欸美女 欸帥哥今天吃什麼早餐呢 那大神都這樣 欸美女 今天要買什麼 衣服很好看 很搭你啊 不錯不錯 欸 台灣最厲害的應該都是那些在菜市場的 他們都很會 很會 很會 很會很會 菜市場的 比賣愛心比的還要厲害 來啦來啦 這就是這 三斤 一斤 一斤 三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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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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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點菜頭 再一次再製作 再次加一點蒜頭 來來來來 買你買你 來 要 法國 法國 這樣最厲害的 你是有在菜市場賣過 呵呵呵 太會了吧 最會賣 我去不去,去不去妹妹呀,幫你教一個 差不多了,快講完了,最後一天了 最後一天我們在美國吃了料理 我忘記這是什麼了 是Jeff點的,他說很有名 什麼 什麼,哪個國家的一個料理我忘記 反正他是模仿壽司 但他其實吃起來一點都不像壽司 但是就是奇怪的東西,我不知道怎麼講 然後就是一大堆的生蠔,沒有錯 我們最後一天點了好多的生蠔來吃 你所有貼的美食裡面通通都不吸引我 我覺得我生蠔很吸引我 Archer 你真的有買愛心筆 哇 幫你QQ 對 加州卷 對好像是叫加州卷 跟王者說完這段 他明年一定更不想去 沒有喔 我覺得這要學經驗的耶 就是下一次你就知道就是真的 因為我們剛被那個老黑推銷完阿 又一組那個 外國的妹 就是經過也是被推銷 然後 他連頭都沒有回耶 那個推銷的過去他直接就 然後他就走掉了 所以就是應該要很下心很下心拒絕他們不能被人太好 我們真的做人太好了 回到生蠔 我們最後一天點了生蠔 因為我們其實前一天在那個萬聖節那個餐廳也有吃生蠔 但是它是我們全部的人share一盤 所以幾乎一個人就只有吃一顆而已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哇美國的生蠔超好吃耶 超新鮮 我們 我一定要離開以前 我一定要再大吃一頓 所以我就最後決定了這個餐廳 然後我們就點了三大盤生蠔 這樣子 三大盤 然後我們一個人吃一盤 一個人吃一盤 對所以這個是兩個人的份 我們是一個人吃就是一鍋 你看到的 有點猛 對然後 我忘記多少 我記得這邊一二三四五六七 這邊十二顆的 我記得好像是 幾美啊 我忘記幾美了耶 瘋狂 叉 抽 謝了訂閱 謝瘋狂 謝瘋狂抽叉 抽叉 抽叉 好噁嗎 我不知道怎麼講 我覺得台灣的生蠔我不敢這樣吃 但是我吃過美國生蠔以後 我覺得 這個很厲害 他們的生蠔真的是 真的是新鮮到一個 你不覺得你自己在吃海鮮 吃下去完全沒有腥味 其實紅虎的生蠔也不會這樣子 紅虎的 對可是我不知道 我吃過美國以後 我覺得是我吃過最新鮮的生蠔 美還不按下去 好吧 別講了 而且很大顆 而且很大顆 好啦別說啦 而且葉勇的斗內 我好像沒什麼 葉勇要去當兵了耶 蛤 葉勇要當兵了喔 中國終於被騙過愛心包喔 哈哈哈哈 延遲多久喔 好像10秒15秒吧 完全沒有腥味 可是 呃 其實其實 我們 我們這一桌 有四個人在吃 Jeff 版首歌Jeff 小六 天神跟我 只有我們 三個人點了一大盤生蠔 天神沒有吃 天神說他不敢吃 原本是火的東西 然後端上來 是 就是才剛死掉的東西啦 尤其是在自己面前死的 所以天神就一副就是那個 非常糾結的表情 在看我們吃生蠔 美國的生蠔感覺比較白 這我覺得生蠔超好吃啊 就他不敢吃啊 他覺得那個很生 然後他很怕拉肚子之類的 他怕吃壞肚子 白 對啊超白的欸 黑黑的 應該也還好 我要看產地吧 羅密歐表示 來嘉義找我 我帶你去台灣更大顆 美味新鮮的生蠔 對啊 有機會 有機會去那個 欸 嘉義有 嘉義哪裡出生蠔 附帶 附帶啊 蛤蠻多地方的 嗯 有機會吧 吃吃看台灣的跟美國菜 然後我們在吃這一盤啊 天神就是一副就是 你們怎麼吃得下去 這東西剛剛是還是活的欸 搞不好 斷上來前一刻才被撬開 然後 死在裡面欸 你們怎麼敢吃下去 然後我們就吃得很開心 吃到最後 然後 因為Jeff Jeff跟小喵他們吃得比較快 結果我吃得比較慢 然後 天神眼睛很尖 他就一直盯著生蠔看 他的眼神就是 你們死得好慘喔 被吃掉好慘 然後 好時不時被他看到有一顆生蠔 是活的 嗯 心臟還在 噗通 噗通 噗通跳 是活的生蠔 然後 天神就 很驚訝 然後就 欸 太活的欸 這個是活的欸 這些都是活的吧 你們吃活的東西 然後 我們整個 我們吃到一半就 呃 然後 我就盯著我的生蠔 心裡想說 靠腰 他們真的是活的嗎 他們應該死了吧 然後 變成我們吃得超級 戰戰兢兢兢的優勢 因為其他人吃得很快 他們就已經 finish 結束掉了 然後 我 然後你就會有感覺就是 被他這麼一講 好像 生蠔變得不是這麼美味的 我有點 我到底在吃什麼的感覺 然後我就一直在 研究我的生蠔說 糟糕他們是活的還是死的 然後最後我決定 我決定 不要再看天神任何一眼 因為他露出的眼神就是 你們這些殺人兇手 你忍心嗎之類的 或是你怎麼敢 殺人兇手 太殘忍了 怎麼吃得下去 他以後吃這種東西 絕對不要搞大天神 是影響食慾的 真的 我最後吃了幾乎都這樣子吃了 我完全不想看他 我就是 就是 幹 你有這種事情絕對不找他 超級影響食慾 管他是死的還活的 我直接就是 就是每一顆生蠔我都這樣子 拿那個叉子 把他戳死 然後超煩的 我每一顆生蠔都把他戳死啊 然後天神在旁邊 dann就 啊啊 啊啊好痛 啊不要 好痛 啊 Vlad 要被吃了 好痛 搞得我那一餐齁 真的是齁 你真的應該在陪我一盤生蠔 害我那餐吃的壓力超大的 氣死我了 然後真的是 就是 來越來越小聲是因為他那個麥歪了啦 怕爆音 接著沒有吃啊 他就不敢吃啊 太嫩了 這就是要離開 我們在飛機場了 然後天神在美國不是買了一把吉他嗎 他的吉他是 不是託運他是要跟著過海關 但是過了海關以後呢 會被放到飛機上 放也是放棄你的地方 你看我會不會帶法刀去找你 哈哈哈哈 白癡喔 為什麼帶刀找我 因為我吃生蠔嗎 nice 嘿嘿的生蠔 哈哈 他就很擔心 他就很擔心他的吉他會撞壞 所以這個是他 他在 抱著吉他然後對吉他講說 這會不會是我最後一眼看到你 我還看得到你嗎 來吧 最後一次來個 來個拍個遺照吧 搞不好 下了飛機 你就死去了 找天神去東啊 都可以啊 好啊 吃海鮮 為什麼有回音啊 不知道 你通話的回音 你開很大聲喔 講話有回音 然後 其實 我在這一趟呢 就是 因為 我的床旁邊就是睡小葵 我是跟小熊睡一張床 小葵跟優格睡另外一張床 聊天室的某位 但是看來你也蠻想的 喔蠻想 喔不是說我 沒關係 沒關係 刀留著刀留著 自個留著就好 反正 我有一次起床的時候 看到小葵 喔不是 睡前看到小葵在跟他的 阿姆姆講話 所以呢 我看到天神跟吉他講話 我也不意外 就跟我 偶爾會在家裡 會跟蘿蔔 蘿蔔講話 是一樣的道理 對 小葵對不對 某某 某某睡覺了 某某 明天我們要過開心的一天喔 天神抱著吉他 喔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你了 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再見到你 你在飛機上要好好的保護自己呀 知道嗎 同樣的道理 看樣子我認為實況主應該都內建一個就是自言自語的能力 如同我現在對著電腦自言自語 其實我覺得大概有87%像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都怪怪的 喔在飛機上 登登 偷拍 然後拍一個帥帥的 溫石 我 因為我剛剛我拍這個阿 然後溫石就說 就看照片說你怎麼把我拍那麼醜 你要拍照還不跟我講 我還可以帥一下 我說好好 那再來一次再來一次 我來我拍一個帥的 然後他就這樣 這樣帥嗎 我把我的胸肌頂出來了 這樣帥嗎 帥 拍完我就給他看說 我發現你的 你的Cup好像比我大耶 你還蠻厲害的喔 有潛力喔 蠻會擠的 耶 結束了 我把所有的影片跟照片都看完了耶 太厲害啦 應該沒有漏掉吧 其實還有TR裡面的啦 我TR也有 可是 呃 TR的照片 我就不知道 我要看一下 大部分好多都是自拍 跟別人的合照 在哪裡 ㄟ 我的路上沒有鏡頭 然後 都沒什麼 都沒有 都沒有 在哪裡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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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 我沒有 她說 為什麼 你出發前 我不是跟你講了一句話嗎 蛤 我說你要出門的時候 我不是跟你講 講什麼 叫你多拍一點合照之類的 喔對阿 結果我看完那個 雲端硬碟裡面的照片之後 發現還是一堆的風景照 這是 那個 超厲害喔 她這個 她連皮膚的紋路都拍得出來 都做出來 應該是這樣 這尊雕像 超厲害 超漂亮 她就這麼大一隻 跟人比一下 大概是這麼大 感覺有 不知道有沒有 1比1吧 就是完全 1比1 比照那個 實際的大小 蠻帥的 大概看一下吧 因為TR的照片 就 因為 該講的剛剛都講過 這是我們台灣的繪師 秋 呃 ロイザ 跟秋貓的圖 被放在Rite的牆上面 一進去大門就可以看到他們的畫作 在裡面 還滿開心的 就是在 在Rite這個 算是英雄聯盟的至高的殿堂 然後出現台灣人的畫作 被放在那裡 是一個很棒的那個 是一個很棒的那個 是一陰 我們可以倒說 一陰